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台子旗他昨天尾盘利价差达到100多点 我直接在昨天是跟大家谈今天有机会往上走 同时我跟大家谈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因为10月10号星期三本来是周选车前结算 但是10月10号因为放假所以变成昨天结算 那昨天大盘卖了302亿 但是期货的未平仓 昨天在这里 302亿很多人吓死对不对 但是期货未平仓增加1万口 我看昨天很多节目解盘都没有抓到重点 因为他完全不了解他只看现货嘛 他不晓得期货跟选择权 法人外资是什么运作怎么样去赚钱的 那因为昨天星期四周选车前结算 那之前我讲过呢 外资自营商在这里 他布局了选择权的空单 买进卖权 所以周选车前结算的时候 跌越深是赚越多 那怎么样让他跌越深 就是在昨天嘛 现货一卖 全资股一卖对不对 是不是马上中错 所以昨天跌了600多点 是不是台股呢 下跌幅度比亚洲任何国家都要深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昨天周选车前结算 你把现货往下压300多亿 结果呢 大盘跌了600多点 但是尾盘这里呢 选择权 已经差不多归零了对不对 或者买进卖权大赚了 回补以后呢 期货变成翻多嘛 买了1万多口 所以不要被昨天300亿而已吓到 你要看到的是这个地方 昨天那期货买了1万多口 那今天呢 期货又买了8400口 马上又回到2万口了 2万6千口对不对 长了660点 今天下了239点 是不是如我所预期的 今天你开盘 今天开盘到9点12分的时候 大盘还在跌4点 台子期已经涨84点了 很多人看不懂这个现象对不对 如果你不了解选择点渠后 不了解法人的布局 你怎么样赚钱 这一个开盘9点12分 他就去84点了嘛 那昨天跟今天 你台子期到底赚了没有 那股票呢 我标题是不是写什么 重挫主题股 4G 减便宜嘛 那我一直跟大家谈到这张图 对不对 大家记不记得 每一个阶段 你不管任何一个阶段 有些股票在高档 有些股票跌到一半 有些股票在低档 先拉回的 先足底 尤其是在昨天 大盘重挫的时候 很多股票呢 融资减少118亿 本来不想卖的 洗盘就洗得很干净嘛 那我昨天在电视上跟他谈 哪两档股票 我讲国具嘛 对不对 我讲环球金嘛 甚至我还讲到南亚科 那目前来讲呢 我们来看一下 环球金今天是不是大涨 开盘就涨了嘛 国具是不是今天大涨 那昨天跌啊 我照样讲嘛 今天是不是印证了 我跟别的老师不一样 我不是看出说故事 南亚科今天涨停了 我说先跌的 先足底 先盘头的 先足底 对不对 这里6月份盘头 现在这里 股价也腰斩了 它会不会足底 那不管怎么样嘛 中错的时候买总是对的嘛 我们再给大家看这一张 这种观念 我在5月份 在去年一直讲 这一张是5月份跟大家谈的 环球金 中美金 国具 它都在一个高档区 不要去买 你要买的是这一些 对不对 合金加金 把这个卖掉 转到这个 中环来得那时候也在低档 或者呢 大力光 这是5月份的事情 那我们来对照 5月份国具是不是在这里 5月份环球金是不是在这里 那会员都在看嘛 我们卖在哪里 环球金我们从250 300一路做 我们卖在 550以上嘛 500块以上嘛 就在这个地方嘛 这里是盘头 那这个地方呢 它今天是往上涨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谈 那另外南亚哥呢 它也是5月份开始嘛 先跌就先足底嘛 那接下来你要看什么 这个下降 压力线有没有突破嘛 我们把这一段拉近 这样就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那我昨天跟大家谈什么 它是不是足底第一个呢 你要看到股价 股价通常有些腰斩一半了 那接下来呢 你要看筹码 那筹码昨天很多呢 融资不想卖了全卖了 很可惜嘛 昨天大盘跌600多点 我说我感同身受 因为呢 这一波很多股票呢 跌很多 但是怎样去坏败为胜 我们昨天谈到呢 我们整个操作上 我们再来看一下呢 环球金 环球金 也是一样嘛 国具在这里 对不对 它底部有没有可能形成 那现阶段你要去了解 国具来讲呢 它目前 现在是10月初 对不对 第三季季报呢 随时都会出来 我用这张图给大家看 它第一季赚12块 第二季赚23块 第三季呢 我们估大概可以赚到30块 因为毛利率并没有降低 毛利率是增加的 这营收再增加 营收增加 获利就会增加 对不对 第三季 30块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这样加一加 今年预估呢 包括第四季 应该可以赚到100块 那赚到100块的股价 目前呢 我们嵌入那时候 在300多块 对不对 今天是400多块 那这个地方呢 它有没有可能形成 一个底部区 我们慢慢来做讨论嘛 那我要跟大家谈什么 这些股票为什么涨 为什么涨 因为它的低档区嘛 那操作上呢 其实不要把操作呢 弄得太复杂 那现阶段来讲呢 重点是在 个股 不是所有股票 都在跌 如果你是跌到半三腰的 你要去做换股的动作 你要重新的布局 找一些股票 从低档刚要翻上的 刚要往上走的 那你不一定能够赚到波段 那至少呢 你风险降低嘛 那你也可以做价差 那这样来操作 是比较理想 那现阶段来讲呢 今天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前几天 跟大家谈到台币汇率 今天台币升值了 所以危机暂时有点化解 对不对 我上礼拜的标题写什么 我说台子偏空操作 定住新台币嘛 结果11月初开始呢 新台币一贬值 大盘就绕塞往下跌嘛 那现在台币今天升值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有机会形成一个 短线的底部区 今天很多人操作不顺利 一看到道琼呢 跌了500多点 今天开盘 如果你去放空台子的话呢 你又是被嘎了 因为今天呢 又是大涨 那道琼跟大盘呢 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一下 大盘这个缺口压力仍然在 下礼拜三 月选择权结算 对不对 10月选择权结算 那外资法人 他在周选择权 他已经压低结算了嘛 但是下礼拜三 月选择权结算 月选择权的部分 他依然是偏空的 所以往上呢 这个缺口压力还是在 你不要以为这里就是底部区 操作上呢 有他的困难度 那因为昨天这种错呢 我们突然 我们昨天临时 临时的说持股诊断 所以呢 印的很仓促的印 随便印一张 那没想到反印呢 很热烈 因为昨天很多投资人 打电话进来 那我也尽我的能力 能帮到大家的 我尽量帮 因为昨天跌了660点呢 很多股票 确实 都杀在最低点 那台子旗呢 也有很多人 一天跌那么多点 可能破产了 也可能血本无归了 那剩下的资金不多 你未来该怎么做 那我说昨天呢 我临时 把方案挪开 我们临时 推出这个持股诊断 是想帮助大家 那没有想到 反应很激烈 那我们今天呢 周末 我们再推一天 纯粹是想帮大家 因为这个地方 我讲过危险跟机会 这里充满了危险 那也希望你给自己 一个机会 你把自己手中的股票了解 它是在高档 还是在低档 要不要换股 那哪一些股票筹码 稳不稳定 或者在台子旗的部分呢 你有任何问题 你也一样打电话来 我能做的 这个周末 我尽量帮助你 上个礼拜 大盘10月初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谈 这是标题 没办法改变的 台子偏工操作 盯住新台币 对不对 台子这里呢 上礼拜到现在跌了1200点 台币呢 它一路 一路往上贬值 对不对 今天升值了 所以大盘有机会止跌 重臭足利谷 像国具 像环球金 你有没有去捡便宜 这上礼拜的 需要帮忙的 我尽力去做 这个周末 你把电话拨通 我们休息一下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特布 好坑 弄在这里 今天起身装运达特布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特布APP 货电02-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特布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您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敬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战部消防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现场 首先跟大家谈一谈台子棋的部分 因为最近震荡相当的厉害 今天外资在期货的未平仓 增加了8000多口 昨天1万多口 星期三次休市 所以星期四周选择前结算累累 结算这一天 现货大卖 期货大买 那我说过很多老师 很多节目都搞不清楚 为什么我在上个礼拜 我标题会写台子棋偏空 那为什么昨天 外资大卖302亿 我说他会反弹 其实都跟选择券有关系 你闷着头只看现货 只揍大盘 你不是期货婚姻师 或者你是 但是你看不懂 也没有用 昨天周选择结算 为什么会大跌 跌幅比亚洲股市还深 跌了600多点 因为外资现货卖302亿 他为什么要卖这么多 因为他在上礼拜 他选择全买进卖全不空单 所以他尽力往下压 跌了越深 他买进卖全赚越多 所以卖了300多亿 你不要只看到这个 然后你就害怕 甚至今天开盘 你还去换空 结果一路被嘎 那你要看期货 昨天他为什么买超一万口 因为他现货往下压了以后 他选择全 买进卖全获利结算以后 他期货翻多了 他昨天翻多 今天也翻多 对不对 那现货300亿 今天剩下小幅卖超40亿 大家借我昨天怎么跟大家谈的 我说外资在操作上 他布空单有一定的顺序 他会先布选择前的空单 接下来期货的空单 然后现货往上压就掉下去了 所以就跌了1200点 对不对 那如果底部要慢慢浮现的话 因为下礼拜三越选择全结算 要浮现的话第一个什么样 相反倒着来 选择全结算获利了结以后 不要再偏空 那第二个 期货OIA开始翻多 所以我昨天才会讲 今天会涨对不对 今天吹起200几点 然后现货怎么样 现货卖压要减轻对不对 剩下40亿 那接下来下礼拜 如果他是变正的 那这个盘就上去了 但是他会涨多远 你要去注意 下礼拜三是越选择全结算 那周选择全结算 他压低对不对 越选择全 他依然是有一个 一定弧度的偏空 所以往上呢 跳空缺口的地方 他也会有压力嘛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昨天跟他谈的 昨天立价差164点 今天他怎么涨 今天在大半呢 开半路4点而已 9.10里 台子已经涨84点了嘛 那看不懂的人 这里又去放空的话呢 他是继续往上嘎 我昨天用这张图 跟大家怎么谈 现货跟期货 他应该要吻合对不对 尤其下礼拜三结算的时候 但目前如果呈现一个逆价差的话呢 代表不是期货要上来 就是现货要下去嘛 那昨天呢 逆价差达到100多点 所以期货上去嘛 所以现货没涨 期货已经涨84点了嘛 那今天呢 今天尾盘其实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时间快到了 这是昨天嘛 对不对 逆价差164点 那今天开高 你看不懂 你要去放空 是不是一路往上走 这样能不能赚钱 但今天尾盘往下掉 立价交易就变97点了嘛 所以逢低可不可以买 如果美国股市还好的话 当然可以买嘛 因为下礼拜三就结算啊 那结算的时候 不是期货往上涨97点 就是现货往上跌97点嘛 因为结算要吻合 那我们看这张图 这个缺口在这个地方嘛 剩下三天结算 对不对 应该呢 要弥补的话呢 应该在这里震荡偏多嘛 因为它的seal code 它的卖出卖权的部分 它仍然是偏空 代表上面有压力嘛 可是下面这里有支撑 对不对 那今天呢 逆价差达到97点 所以应该是震荡区间 剩三天结算嘛 那台子期这几天 这里压力还是存在的 这是我们前几天的标题 我说法人是先空 期货选择权再扎现货嘛 那现在呢 现在反过头来了嘛 选择权慢慢回补 期货未平常也慢慢翻多了 那现货呢 今天只有小卖40亿 那下礼拜呢 有机会震荡区间往上走 这是我之前跟大家谈的 法人不空的顺序 10月初这里我们为什么说 台子期要偏空操作 那指数呢 期货跟雪月田可能有一点复杂 但是我尽量 每天尽量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个股的部分呢 大家也是一个重在区 那也是受伤相当的惨重 我说任何时候呢 它都有危险跟机会 你怎么样去避开危险 怎么样给自己一个机会 首先呢你要避开危险呢 你手中的持股一定要去了解嘛 它是刚刚要跌 还是跌到半山压还会跌 还是目前在足底了 你不能乱卖 那每一档的股票的筹码不一样 那你有需要帮忙的 因为这礼拜真的跌得相当的深 我伸出手 我免费在这个周末 我帮你做持股诊断 只剩下最后一天 你想帮忙了 你把电话拨通 我们休息一下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特库 好看 弄在家啦 举起身装运达特库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且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特库APP 货电02-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特库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并联系继续 逢队 歡迎回到現場 大盤在10月初的時候往下跌 跌了1,200點 到昨天很多投資人損失慘重 不管是股票或者是期貨都一樣 很多人看不懂期貨 因為他不了解選擇權 以後我們會有空 用簡單的方法慢慢告訴大家 今天來講 道琼今天又繼續跌 兩天一個500多點 一個800多點 總共我們來看一下 道琼這兩根K線下來 它剛好到年限 所以今天晚上 你看一下美國股市 如果年限這裡 它初步或者一個支撐的話 那大盤台紙在這裡 下禮拜就不會太難看 那我還是要談到 重點是在個股 那另外如果資金面方面 我之前跟大家提到什麼 10月初的時候 我為什麼標題直接寫台紙偏空操作 這個是標題喔 這是標題喔 這都拿出證據出來的喔 10月初對不對 我是來盯住新台幣匯率嘛 因為外資有撤出了跡象 結果10月初開始這裡 外資廢出 這裡是貶值對不對 它有實質的廢出 所以大盤在這一段跌了1200點 往下跌 那今天台幣升值了 所以大盤這裡喘一口氣了 所以我說機會來了 你要懂得抓住轉折點 尤其台紙偏開偏空開偏多 你要了解法人在想什麼 他是怎麼佈局的 你才有機會賺錢嘛 不會兩邊都扒嘛 那我們再看一下 個股的部分 你要了解你手中股票 到底是在哪一個階段嘛 這是五月份的時候 那整個操作上呢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那現在這一段 我們當時呢 在四月底的時候 我們獲利賣出這一些 環球金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你看起來會很羨慕 500多塊 總美金在這裡140 那現在呢 又回來了嘛 尤其環球金又回來250塊 那昨天環球金跌 國距跌 今天是往上走 今天南亞可以漲停嘛 看有沒有機會往上翻 基本面的部分 我沒有時間講 上次這些呢 都有機會形成 組成一個底部對不對 那這些記憶體的部分 重災區 矽晶圓 記憶體 被動炎件 多少人套牢了 你要了解你手中的持股 它是在哪個位置 先跌了 先足底嘛 那如果跌到半山要你要賣 籌碼亂了你要賣 剛剛要往上漲了 你要找機會去切入嘛 我說任何一個階段呢 它都是危險跟機會並程的 你要給自己一個機會 你要看清楚自己危險在哪裡 這個週末呢 你有需要幫忙的 我盡量 我盡量在這個週末呢 我留在公司 我盡量幫你忙 因為這個禮拜呢 跌得相當的慘 那另外期貨的部分也是一樣 期貨的問題 期貨的問題也很多 那很多人都不了解 那這是完全免費的服務 有需要的 趁這個週末 把電話撥通 因為我想幫你 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押贈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地震呢 怎麼辦 一 爬闪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腳 更多防災嘗試 請上台灣抗震網 運達頭顧 好坑弄在家啦 舉起身裝運達頭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視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頭顧App 貨電02-22781-0909 2781-0909 Helen 跑 the boat voters asylum 賺人 我 pantry 翻民 Enterprise 都 我們身體 門 Bin 又